僵尸鸡 猴子 火鸡 丁佑 究竟谁更恋爱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豆杰 自从猴子来到了花园 很多小班都想要让它和其他小动物来约一下 看看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山带王 它们呢都是僵尸身上附带的 速度非常的快 那到底谁的杀伤力更强呢 这期视频豆姐就带大家来测试一下 哎这猴子前半场一直领先的 结果到泡沫堂这儿就落后了 啃尖果倒是挺快 啃泡沫堂就不行了 被冰又翻敲了 动物大战正式开始 第一场是鸡猴对决 为了公平啊 咱让它俩都吃魅火菇 如果两组啊都是杀伤机赢 那就是鸡厉害 如果都是猴子赢 那就猴子厉害 如果是一比一平 那就是魅火菇真香 开始战斗 这杀伤机是碰瓷的吗 当碰上就挂 就无论魅武魅火 都是猴子赢 第二局对战火菇 来看看结局是如何 又是大师兄玩上 这不是一般的猴子呀 第三回合上冰又 这大师兄也太牛了吧 三连胜 咱得让小绿 豆腐火菇 给僵人鸡兵又报个仇温 Ready go 哪个山来的猴子这么嚣张 敢亲我朋友 看我刀不刀他就完了 最终局 最终局 猴子大战 豆豆鸟 你们支持谁呢 请把你看好的教室名字 打在帐篷上 吃了魅火菇的 豆豆鸟已经赢了 再看下边 哎呀呀呀呀 你给我下来 用个吃饭就了不起呀 烦死了 哎呀 搞错了 再来 那吃了魅火菇的猴子 到底能不能 打过豆豆鸟呢 吃了魅火菇 都没打过 那就是实力的问题了 哎 小姐 单挑 我打不过他 但是我群肉厉害呀 大家觉得 一百只猴子和一百只 豆豆鸟团战 谁会赢 Ready go K.O 单挑输了 群战却赢了 那到底是真的有实力 还是 魅火菇的 真相定律呢 那咱反过来 魅火一百只 豆豆鸟 再来对战一百只 猴子 你们猜 结局会怎样 哎 果然是 魔盒真相啊 这豆豆鸟都打不过 机器牛 咱就更不用测了 那你们觉得 猴子 在动物中 是什么段位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也欢迎给豆姐 加个关注 传点赞 我们下期见